該是時間 生火囉 酷酷兄弟的實驗室 歡迎收看酷酷兄弟 Pen老師又來了 今天要來教我們玩火是不是 對 其實我們 玩火有科學的玩法 科學的玩法 對 我們今天不用任何一個打火機 然後來生火 不用打火機 我知道一個 專木取火 最原始的方式 你知道前一陣子在看生存頻道 其實這種做法是比較沒有效率的 他們會有個繩子 然後綁在木頭上左右拉 有沒有 你就不用用你的手 因為你的手你要磨到破皮 才可以生出火 你居然有點姿勢耶 是不是 你剛剛說用專木取火活三天對不對 我們用科學的方法應該可以活三個圓 因為生火的方式簡單一點 不用這麼辛苦 火真的很重要 在一個人在孤島的時候 火可以把水煮到沸騰 它可以讓你有乾淨的水 現在我要用這個來生火 電池嗎 我用電池就可以生火囉 我知道電池如果就是像手機 我有聽過就是爆炸 爆炸 這是原理嗎 沒有我沒有要爆炸 所以今天不找阿圓老師來 因為阿圓老師是爆破場面才會出現 就是我有生命危險的時候才會請他出現 所以今天這些都還蠻安全的 對 沒錯 但是火還是有點危險性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現場有水不用擔心 好 我們今天要做這個實驗的 來你幫我拿著 會不會爆炸 我怎麼會不會 然後我們需要一個這個 那是 太高 剛刷 對對對 這是鋼刷 鋼刷 我放在這邊 你把它撕爛耶 我先把它 撕小 為什麼要這樣 好好的鋼刷 為什麼不一樣要把它撕爛 好我現在要來做一個神奇的魔法 你被老師忽略了 不要這樣嘛 老師發現我問的問題他沒有見遜性了 好 魔法 來 現在呢我給阿圓 一點魔法 好你把這個壓在他身上 輕輕的碰一下 這樣子碰好嗎 對對對碰一下 是不是 發生什麼事情 欸 Magic 各位觀眾 是 好熱喔 是各位 對 Magic 為什麼 我是大魔術師 你剛剛大千 有沒有覺得 李博平老師厲害一點 對 大家準備這兩個東西 你就可以變魔術 就可以變魔術囉 所以這樣子如果旁邊有火種的話 你就可以很容易就把火給生起來了 沒錯 要不要試試看 M-A-G-I-C 啊 鏡頭可以看到嗎 這電池上面寫 Magic 都亂說 亂講 上面真的寫Magic啊 這邊就是普通的電池 上面真的寫Magic嘛 好啦 不是他的廠牌的問題 不是廠牌的問題 電池都可以 這樣 我有點害怕 你好熱 真的輕輕碰一下就有了 太多了 太多了 燒起來了 喂喂 你一直推來這邊 手很燙 這是什麼原理啊 很好吃 好 其實呢 你看到這個鋼絲龍呢 它其實 你就想像它是電線 好 那我們今天 我們用這個 它是正極跟負極對不對 我們接觸它的時候 它就是產生一個小小的短路 然後就產生了熱 哦 它是導電體 對啊 所以你剛剛是把正極跟負極 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了 所以短路真的很危險 尤其是你家裡的那種電線 破掉的時候 電線通常裡面都會有內層 大家看到有電線粗粗一條 裡面都會有 就是兩條 然後小的之間 它們裡面還會有 薄薄的一層皮 但是如果連裡面那層皮 都破掉的話 很容易就會造成電線走火 就要趕快換電線 你可以想像 對 就是很像是電線 產生短路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有火花 如果這旁邊 又有一爛路的話 所以家裡如果有電線破皮 外面那些破皮的話 盡量還是換掉就比較好 對 如果它沒有插電沒關係 對 沒有 還是換掉會比較安全 換掉比較安全 這是我們今天第一個 所以只要準備一顆電池 再加上鋼刷布 鋼刷 你就可以生火了 對 然後鋼絲絨 其實盡量找細一點 就可以了 找細一點 玩的時候 旁邊要有大人在 要小心 不要燒傷 我剛剛發現其實很熱 對 那是火啊 我剛剛靠近想要說 MAGIC的時候 有點熱 就臉燒到 那是火啊 拜託 第二個呢 畢竟我們去野外求生 不會沒事帶著一個電池 跟鋼絲絨在身上 電池搞不好有 可是鋼絲絨就有點離譜 所以我們現在帶一個 野外求生比較會 會用的東西 燈山之類的 來 野外要吃口腔 搞不好也是燈山 吃口腔要輕鬆一點 所以這個牌子很重要嗎 對 沒錯 牌子也很重要 沒有牌子重要是 前面就沒有在聽我講話 被發現 其實很敷衍 我講的是 我需要這個很重要對不對 這個 不是口腔好嗎 我想說我幫你嚼好 口腔只是我不知道丟哪裡 就借你們嘴巴放一下 好的 我們需要這個鋼絲絨 把它當成是電線 剛剛是不是用短路的方式 讓它起火對不對 是 我們現在一定要用這個 來當作一個電線 然後讓它產生短路 它也可以 對 它也可以 這是倒地嗎 是啊 這是有沒有看到亮亮的 同一個圓你把它蓋上去就幾乎了 畢竟它的正極負極不在一起 正負要連在一起 那這種呢 如果是那一種的話 這種不行 因為我現在碰它 它也只有正極碰到它 沒有負極同時 老師 如果我這樣下去是不是就 因為它不夠細 所以老師也有講到就是 剛抓布它是細的 它太粗了 它太粗了 所以 我好想碰碰看 是 有怎麼樣嗎 這個下我直接幫我上 這樣 我現在 馬上剪一個 好 我有發現你在中間的部分 你要把它剪得比較斬一點 為什麼要把它剪得比較斬 對 其實就跟剛剛鋼絲龍的原理一樣 我們要讓它細一點的時候 它電阻會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比較容易會燒牆 對 就是它熱容易 它的熱電流會產生的熱容易激在那邊 這個時候熱量就會出來 比較小 也比較好攪火對不對 對 天佑老師需要手套嗎 需要 謝謝你提醒我 因為它一隻手可以燙 兩隻手對不起 一隻就可以 因為它一隻手 因為只是怕燙而已對不對 好 好 那我們 見證奇蹟的時刻要來了 阿建你幫我推過來一點 好的 我有看到 我有聞到那個膠味 可是 這種方法比較難用出谷對不對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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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火火了 下得去嗎 它的火 它的火星出現很短的一個 就是只有出來一下下而已 對 其實就是提供很厲害的勇士 可以試用這個方法 這個基本上我沒有什麼耐心 我應該還是很認真帶著大火星 其實這真的可以做 這真的可以做 所以這是第二種 你需要的是一個非常有力的電池 新買的電池會比較好 新買電池 然後你在剪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把它剪得細一點 其實你注意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就會發現在它的尾端 這邊已經有燒焦的部分 你剛剛如果有拍動的話 應該會看到有些火星 火星 對 但是你要很剛好的 就把那個火星用在火種上面 才可以有火源 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比較神奇的 神奇的 我要在這個 衛生紙上呢 吃一點念力 念力 然後讓它自己燒起來 什麼東西 現在嗎 對 剛剛畢竟做得很不科學的方式 現在 這真的是魔術了 這真的是魔術了 欸 欸 什麼 欸 發生什麼事情 他 我 我 我 阿神 變成阿神的顏色 阿神 有沒有覺得這個比剛剛那個 炫一點 我有挽回我的科學 有 有 哇 這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很看清楚 老師說你後退一點 你不要再靠近了 很危險 對 因為它其實會突然爆一下 它剛剛突然瞬間爆出了火花 它其實是利用一個叫做 過敏酸甲的化學藥劑 它其實是一個 對 它其實會在空氣裡面 很多東西 很多化學藥劑 它可能碰到水它就會燒 它反而是碰到水會燒 像金屬鈉 像這個它其實碰到某一種油脂 它就會跟空氣的氧做結合 然後就會做快速的氧化燃焦 這真的是化學反應嗎 對 沒錯 所以你剛剛沾完就放水 我還以為說你要幹嘛 我以為像沾水還是之類的 對 沾水 然後你就放水突然就燒起來了 超級酷的 所以那裡面的紫色的顏色 是過敏酸甲的顏色 對 沒錯 我們需要一張衛生紙 然後倒一點過敏酸甲在上面 我要拿湯匙嗎 對 好 它碰到皮膚會怎麼樣嗎 那過敏酸甲 我之前好像說過敏酸甲其實有一點毒性 我想說 什麼 燃燒的時候 燃燒的時候 現在還好 所以燃燒的時候 盡量在通工的地方做這個實驗 要多少的量 就是大概 半瓶吧 10元硬幣這麼多 你想把攝影棚給燒了是不是 10元硬幣這麼多就可以了 10元硬幣 對 這樣子 差不多 這樣子 對 差不多一小茶匙 一點點 中間嗎 對 好 淋上去 好 之後就很像是那個 把要皮膚包起來的那種感覺 把它捲一捲 來 把它在正中間 對 包起來 好 包起來了 然後呢 轉一轉 平衡 你要填龜牙 對 然後再拿起來 你看我先幫你 這個實驗這個還挺酷的 很酷 但是它突然 突然就 超假的 老師把這個過猛酸 假 放到這個衛生紙的最下面 然後用衛生紙把它包好了 我們還需要另外一張嗎 其實不用 其實很多火藥就是用這個在做的 所以其實它並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買得到的東西 這是買不到的了 這個真的是 這當然就是要看Penny圈才能買到 好啦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就是 沾沾 沾沾這個小油漬 沾了之後就要小心了 你可能手 你手要隨時注意往後 你的護目鏡 雖然你的眼鏡是有功用的 可以戴一下護目鏡 然後離它遠 要來了 我聽到聲音了 它是會有那種 要放開它會燒衛生紙 它是 它是會有那種 就是很像煙花的那種感覺 對沒錯沒錯 好酷喔 有點像是那種信號蛋 你知道嗎 對沒錯 信號蛋裡面是這種東西嗎 不是 是因為你看到那個火裡面有火焰 你看像我們煙火啊 裡面不是有很多顏色嗎 是 是因為最主要是因為裡面有一些金屬 像你如果 你嫌你家烤肉的時候 那個火不夠漂亮的話 要怎麼辦呢 誰烤肉會燙火啊 你怎麼會燙火啊 你怎麼會燙火啊 你怎麼會燙火 我現在只是教你一個方法 如果你要拔妹的話 媽啊我覺得火不夠漂亮 對 我不喜歡那個顏色 要怎麼來個有顏色的話 你其實丟一點食鹽菌去就可以了 食鹽 你說鹽巴 鹽巴就可以了 會變什麼顏色啊 因為鹽巴它最主要成分是綠化鈉 對那其實有鈉的成分 它其實那個火焰菌 顏色就會不一樣 會接近有點藍綠色的樣子 藍綠色 正常的火焰的顏色應該是 應該是紅色 黃紅色 黃紅色 所以它會變成藍色 對有點像藍色綠色的樣子 老師你這集播出之後 所有小孩在中秋節烤肉的時候 就一直灑 灑鹽巴 灑鹽巴 他就好兒子走了 屈息啊 一直灑鹽 還好鹽巴不太貴 像剛剛這也是啊 因為這個 光紅色彩裡面它其實有一些金屬成分 所以你會覺得它的火焰顏色 比較不一樣 還滿漂亮的 對 我們看到了最後一個 說真的 老師你放一個火柴 這 你是來騙通告這裡嗎 我們今天就是不是要做那個 不是打火機的那個 不是打火機就可以生火 所以你說用火柴可以生火 對啊用火柴不是很方便嗎 火柴不算打火機 來 步驟一首先你把它打開 然後拿挑出一根你喜歡的火柴 然後呢 是不是製作人跟你講說 今天一定要準備四個 一定要準備四個 想不出來一定要準備四個 老師不是準備三個 最後一個就放打火機 好了 不要放打火機就放打這個火柴就好了 你覺得我有可能這麼蠢嗎 對不對 這樣應該會被大家打吧 所以你殺出來不是火 正常人 殺出來是什麼東西啊 我還在刷出火來 對 其實我說正常的應該是這樣子點吧 對 好 這樣子點好 但是呢 我其實每次這樣點都點不太起來 常常有時候花花就斷掉 對 對 那我其實 我都會用比較一個厲害的方法 喔 還有寶物啊 法寶 法寶來著的 還記得這一個嗎 等一下這個是那個嗎 等一下這是那個 這是那個 按下去起床會爆掉那個嗎 對就是它 就是它 為什麼才這麼遠啊 墨鏡 墨鏡 知道它其實有很強的熱能嗎 我知道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用這個來點 我先戴個眼鏡 我們還 老師我們沒有眼鏡啊 我們還 你們可以閉著眼鏡看我做實驗 這是剛剛那個 對 還可以偷看 有點像小朋友那樣子 所以我們要這樣子看 就是閉起眼鏡 放心我會讓它很快速 OK 準備就緒了嗎 用光來點火 我這一次聽到有人用光可以點火耶 燒起來了 燒起來了 還真的有火焰耶 是的 好離譜喔 太扯了吧 這是科學老師的點火方法 是不是比較帥一點 這東西真的很危險 是 野外生存會 等一下 老師野外生存會 帶這一隻出去嗎 以後老師就變成講說 去野外怎麼殺熊 對 不要亂殺熊嗎 沒有就是 因為我覺得帶這個最好 對啊 而且你來到了 我幫你點 對 對著水這樣子射 你就近一點 對 我已經超火了 對很快 因為你比較近 我比較近 好酷喔 而且你要拿來看嗎 好來我來拿來看 你不能射我 感覺玩火玩上一個兩個 你要遠一點 我知道以前就是 我在網路上有看過就是貨拆 就是如果你用這個 這個太潮溼的話 點不起來的話 你可以用玻璃 你可以刷過去的時候 它一樣有用 好 嚇到我了 對不起 再一次 對不起 嚇到我了 感覺是自己玩上贏 這樣就點起來獲勝 對 你為什麼要簽個 應該簽什麼 今天佩妮老師帶了四種 我覺得吧 我自己覺得 最有用的還是 還是第一種 第一個 就是我知道了 野外生存可能 剛吃完東西 刷碗 刷碗 洗碗的時候刷一刷 如果說沒火了 然後趕快拿出來跟電池 沒有 你就沒有剛刷 或者是中秋節烤肉的時候 你可以教媽媽一個很帥氣的生活 點火方式 大家在那邊用打火器 就有一點鋼絲下去 然後電池碰一下 然後就燒起來 揍你 你幹嘛拿我們曹瓜布 不要用我曹瓜布點火 好 希望Bob們喜歡我們這一集 iPhone手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在九下角的喜歡 在九上角的訂閱 隨便便頻道 其實跟蹤我們聽聽看 我們下一集要跟蹤在這喔 See you guys 掰掰 掰掰